我們認識這間酒店的Strada 是因為它的法式薄餅 其實這間酒店集團 在宮古島有酒店叫Liris Gate 這次這間酒店會給我們什麼感覺呢 這次我們是為自己開箱的 至於檢查完酒店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比宮古島高級的Locus 我去植館上房看看 完全是一個Locus 對呀 是一間不同式的Locus Locus的木色是很淺的 這裡的木色是深一點的 但感覺是很Locus 那我怎知道它有沒有反應 可能是因為不可以馬上開 它這樣燃燒 它突然要播放 哇電腦很厲害 這個電腦還要播放得很慢 它真的要等了一分鐘 突然加熱了 它還未能操作 它真的有筆蓋 它可以剛開始合適 它一來幾grow 房間不然馬上好熱又冷 瘋了 這企圍的樣子 你的碗分色會wat niet 我等到第四bar 然後裱 ends 只放21ере 大家好 我是Ocky Family的Amy 我們這次開箱開箱的 GEW 我不知道會否打破 比我們開這間房間的紀錄 因為真的很小 然後我想說 這裡好像他們同一個集團 宮古島那間Locus裏面 我們一開不進來 嘩 整間Locus 只不過是木的顏色不同 一進來馬上洗手盤 然後有吹頭 毛巾全部都在這裡 然後就是一堆櫃 櫃有櫃的好處 因為我們其實要放很多東西 它就把東西組裝在這裡 很容易的 雪櫃等東西在這裡 這個櫃對面一開門 就是有一個洗手間 再加廁所的一個室 很小的 這裡是裡面沒有洗手盤的 去完廁所就稍微浴步 出來洗手 一張小椅 然後再下面 就已經是一張雙雙櫃 然後有一個上了牆的電視 完全是一間 青年旅館背包客棧 那類的設置 全部東西是很minimum 但有個好處就是 這間集團 真的每一次都不會讓我們失望 就是它的裝修 它的設計是做得很舒服的 只不過是房間很細 大家其實一眼看完 它就是一個很長方形 有點像日本那些 住one room的人 就是這樣的設置 一間小房 再加最minimum的東西 這間酒店 跟普通的budget hotel 青年旅館有什麼不同呢 酒店一樓的外面室外 有一個很美的泳池 我剛才看過 它開到晚上10點 所以我們會硬一點才去泳池 給大家看看 為了拖廠這條片 我再做多一次這間房間的開箱 看看可以多快 好了 一進來 立刻有個洗手盆 然後吹頭 毛巾 拖鞋在這裡 走過一點 就已經是一辣櫃 有雪櫃 然後有煲水 那些東西在這裡 然後 右手邊 一開就是廁所 還有一個洗手盆 沒有洗手盆 然後再走進一點 已經是一張很小的沙發 然後一個double bag 再加電視 就完了 我們去泳池之前 首先介紹這裡的街景洗衣房 實在是很闊 而且有個微波爐 這間酒店都挺蚊 所以都要找些東西來講一下 這間酒店居然有個很大的健身 都很齊備 居然展現你的肌肉 你怎麼說 你小心傷 你知道你多老 住這間酒店 你不怕日後 玩不到泳池 因為很多人日後會出去玩 就是出去看看景點 這間酒店的泳池 晚上更好 我們日後看 好像很小 但晚上 它立起了 很有風情 很大人風情 寂寂先來下雨 不然連泳池也不喜歡我 下雨對潛水沒有影響 水底一樣那麼清 你有知我海會清 你當然知道 我們泳池做了八年的潛水 泳池每個地方都不同 其實泳池沒那麼熱 你都沒得選擇旅行空中一點 這間酒店集團的餐廳 我們一直都很滿意的 尤其是在宮古島的The Rescape 裡面的餐廳真的超級好吃 這次Strada 裡面有一間別館的餐廳 是吃fine dining的 所以我們這次會留在酒店 吃Mosk Okinawa 這個fine dining 我覺得是很外國的朋友 因為它英文menu 油 豬米 前菜 那九樣東西 它是列出來之後 是跟著A B C D去吃 始終fine dining 那就是多點規矩 或者起碼多點吃雪梅 那又因為fine dining 我們都是之後才說 分析了我們自己吃的 這個fine dining 比我們想像中是casual 其實每個人都會在那裡聊天說話 所以是OK的 然後呢 姐姐就這樣用短費 我們兩個都是人字拖 都沒問題 而且這間餐廳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有機會就會繼續說 我家裡的碟同系列 果然有taste 餓 這個酒店集團的餐廳 真的沒有一間會令你失望 是每一間都很好吃 可以跟你說 很有quality 沒有選擇 就算你不是在這間酒店住也好 也好建議你們來這間餐廳吃東西 大家可以上網預約的 而且很方便 真的是一個讚法來的 我們吃完早餐才說方便 這間Strata的早餐 我覺得是叫做什麼呢 Less is more 他們那個puffet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拿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one plate 是可以給大家 在菜單上幾款裏自己選一款 這個就是set了 就不能再添的 其他東西就是半個puffet 就可以自己慢慢拿的 可以自己拿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款數少 但是它注重的我覺得是quality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Less is more 最基本的就是 總之這個plate 或者其他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所謂 我這個是Simon 和菠菜的Courc Monsieur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它外面這個puffet是很脆的 所以整件事我覺得是很有誠意 爹爹的tarko rice就說很好吃 所以它是給住客 2000頭日圓一個早餐 我覺得值得加錢在這裡吃的 所以如果你的plank是包起來的話 是超值的 是有quality的 我覺得 比較一下 Homo 5的早餐是自己叫的 當下 不能包到房間那裡的 它那個puffet我記得是好像 加上東西喝1000多日圓 這裡是半個puffet 然後加上這個plate這麼漂亮 是2000多日圓 我覺得這裡的性價比是高一點的 因為你那些菜 粥 我經過的沙發 也不拿 然後看上去的東西是很新鮮 很健康的感覺 然後 這個one plate很有誠意 有誠意這件事呢 我真的覺得呢 住了這麼久 酒店呢 誠意 是真的用錢買不到 還有這個早餐的setup 真的很漂亮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間酒店 因為它的設計很漂亮 它這個本身下午是cafe 所以它做到的景致很好 然後坐這個位覺得很舒服 一流 我們這條片呢 是我們自己的潛水店 清潛贊助的 所以我們呢 可以暢所欲言 告訴大家 開圓箱的真正感受 這間酒店集團呢 我們已經住過這次第三間了 第一 不止啊 一二三 這間酒店集團呢 這次已經是我們住第四間了 我們最初呢 是住宮古島的Locas 還有有一間超級高級 叫做Berryscape 跟著呢 我們在拿拔市中心 Anti Room住過 這次就是第四間Stratus 這間集團呢 每一間呢 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其實我覺得的共通點是呢 它對於所有細節 都很細心 它的設計是每一間 都是很有心思 很漂亮 裝修也都不麻煩的 這個是給我們 很好的感覺的一個集團 我覺得這一間酒店 最好是它的Location 因為它是在拿拔市中心的 單軌電車 某一個站的隔離而已 你一下來 基本上我想走一分鐘不到 就已經到它酒店的範圍了 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走出去不遠呢 就已經是國際通 而另外一邊手呢 是很多東西吃的 所以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之好好 對於遊客來說呢 這個位置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這裏附近的居酒屋呢 是真是本地人 可能放工和同事啦 公司的人或者朋友去吃的居酒屋 並不是國際通上面 專門是給遊客那種 可能又有三線啦 即是那些全部都有很多 加上很多 加上很多 特意有些加上價 那種的居酒屋來的 這些是真是普通的 還有很多選擇 所以坦白說有時呢 遊客來到 天天吃沖繩東西都會悶的嘛 那你這裏有 有沖繩的居酒屋 有普通日本居酒屋 然後有沙布沙布 燒肉 真是甚麼都有 有銷料、餃子、高級餐廳、西式餐廳 甚麼都有 真的有很多選擇 如果不想離開一間酒店 你留在酒店裏面的餐廳 也是非常之好的選擇 其實這個集團的餐廳 是非常之用心的 除了他們的離開之外 他們的安定居酒屋的早餐 去到Stratta的早餐 晚餐的Moss 全部都是非常之有水準的 所以你不出酒店 都沒有問題的 這間酒店的外形 就真的設計得很漂亮 入到來有一種Wow的感覺 他們的泳池其實真的很小 但是它旁邊 整整個圓景 和泳池本身的顏色 和水質是非常之好 所以都是很舒服的 當然你在泳池看著庭園 其實這個真的 未必是間間酒店給到你的 其實我們覺得泳池 晚上比較有Mode 晚上去玩是更開心 不過如果你不下水的話 就超級多蚊 記得大蚊怕水 嘩 好癢啊 嘩 真是死人 癢到爆 大哥 藝術犧牲 其實來到房間 我們都是哇一聲 為什麼呢 嘩 這麼小的 真的很適合 但是這樣 因為我們訂了 全酒店最便宜的房型 compact room 所以是真的很適合 進來是好像比較有預算的 出差的年輕人住的房間 但是這間酒店有10個房型 這麼多 10個是真的很多 最高的Rank是一個Sweet 又高樓底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封劍遊人 總之它地位好 然後本身酒店是管理得好 所以你選擇任何一個房型 說真的 感覺都不會很差 我們進來這個compact room 其實是 是小 但是是很舒服 因為它的設計是不錯的 我們初初進來 覺得這裡很焗的 是因為它拔了那些時後 是全房間都會沒有電 除了雪櫃之外 然後雪櫃旁邊 它是不停地放熱氣出來的 所以這間房間 會保持著雪櫃的熱氣溫度 你進來 還要等一個panel亮 OK的 亮亮之後 房間是會變冷的 然後它冷的程度 就算它只可以設置到22度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體感 都有20-21度 其實都可以去到很冷 不用擔心冷氣的問題 但是我要說一聲 這裡的Wi-Fi是超廢的 然後廢到 爸爸連Google Mac都開不了 所以後來他們放棄了 要用資料的 所以對這裡的Wi-Fi 絕對不要有什麼期望 如果你自己的Wi-Fi彈 就更加好 或者自己的左張慢遊SIM卡 這裡的Wi-Fi真的不行 而且這間房間 其實是比較暗的 整個設計是可能讓你來輕鬆 不是來工作的 如果你打算來沖繩 打算拿電腦來工作的話 坦白說 我們就不太建議 我們這間房間 晚上真的暗到爆燈 是會壞眼那一隻 所以這間房間 是真的讓你去完 逛了一天街 可能吃完東西 回來看電視 輕鬆一下 睡覺 就不要在這裡看手機 看電腦 除了Wi-Fi很廢 還有房間很暗 我們就沒有其他投訴 因為這裡的職員 全部都是很有禮貌 他們全部都訓練得非常之好 令你有真是賓治如鬼的感覺 還有給你一個 避受尊重的感覺 所以這間酒店是非常之好的服務 酒店都是多層停車場 在喇叭市中心 很多都只是可以去到155cm高的 車身 但是這個停車場可以去到205cm 我看到前面的車 差不多是SUV的 它都可以進入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便的位置 但是因為它在Monorail的站隔 所以大家可以下機之後 直接搭Monorail來到這間酒店 車都不用租的 其實這間酒店其實真的 說便宜就不是便宜 但是我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他們這裡服務好 設計好 來到一個都挺高級的感覺 所以就是封劍有人 而且這間酒店 比起同區的 可能你說房的尺寸差不多的酒店來講 這間酒店有個漂亮的泳池 所以我們覺得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做了很多酒店的開箱片 以我們的經驗 如果大家想在同區 找一間房又大一點 又有泳池的酒店 你可以選Aqua Cheetah 他比這間酒店 大概便宜30-40% 但是他們的泳池水的質素 是真的差很多的 如果大家想比較一下Aqua Cheetah 記得可以看我們這條開箱片 至於我們一開始說 是因為髮式薄餅而認識到這間酒店 而為何整條片都沒有這個髮式薄餅 是因為這個菜單 只是下午才提供 我們下午已經人不在了 不過不要緊 我四年前已經吃過一次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OK的 你不要期望它非常非常法國 但是是OK的 我記得是Half Buffet的形式 那些菜可以自己拿 現在形式會否改了 我都不知道 但是起碼它那個French Crepe 是OK的 你吃個景致 這裡樓底很高 很舒服 如果你不想來到 才知道你想去的店 已經結束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們OK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